这个稍微把属性感象 PASFOR 这样的话呢 它出来就会是黑圈圈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确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按登录之后 判断一下 那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那个资料库 所以用单一个账号 假设说那怎么判断 一幅 你就是一幅吧 如果说呢 这个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NAM怎么呢 等于 假设我们现在 它管理者叫RUTS 好了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假设说呢 我们的PASSWORD 预设值是 这个 点TEST 它如果等于成呢 假如1234 你看 它才可以去 这个 哪个网页呢 这边少一个 它就可以 这个 跳到 DFOR的那个网页 那 反之 反之怎么样呢 反之我们就要 这边就 ELSE 有没有 ELSE ELSE 反之 反之的话呢 就是跳出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LABEL LABEL在这里 并且你看 把它改成红色的 红色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把FOR COLOR 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它的颜色的字的部分 FOR COLOR 这个FOR COLOR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红色的警告它 表示说这地方 自 然后呢 FOR COLOR的部分 连这个地方 看要不要把它加出 这个出几 那自的大小 其他的 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稍微把它改成大一点 LARGE 这地方秀出来 那 登录之后的话 两种肯 一个是跳到DFOR 就是它输入是正确的 所以怎么样跳到下一页呢 这边有语义法叫RESPONSE 有一个固件叫RESPONSE RESPONSE 其实你打一个RES就出来 RESPONSE RESPONSE就是反应的意思 点 它